大家好,我是下重请多指教 今天我才发现一期《肖光2》官方的采访 里面谈论了一些关于游戏相关的信息 包括游戏主线时长,DLC计划,游戏引擎,次世代游戏性能等玩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么本期视频我就对在这期采访中提到的内容做一个翻译和整理的工作 看到最后,你一定会看到最后 好了,绘画之后,让我们进入正题 游戏主线时长大概有20小时左右 不过根据官方表示 其支线剧情或是其他的开放世界活动 得到了一定量的扩充 在游戏跳票之后的这段时间中 300多人的开发组分成了若干小组 其中一部分人员进行游戏的优化工作 而另一部分人员则进行着游戏内容扩充的工作 所以虽然主线剧情依旧保持在20小时左右 但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四处下溜的 没事找事类型的玩家 相信会找到很多感兴趣的直线任务或是开放世界活动 官方表示 《肖光2》将会得到类似于《肖光1》的后续内容扩充计划 回顾《肖光1》在推出之后的这几年中 一直维持着内容上的更新 大部分为武器外观等等 也有若干大型DLC 虽然我知道某一支DLC好像评价不是特别的高 但整体来说游戏后续更新内容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了解这款游戏小伙伴们 会给《肖光1》的后续内容在整体上达几分呢 从游戏终极版内容来看 游戏也至少会有两款巨型DLC 而如果官方能按照《肖光1》的资源来更新《肖光2》的话 那么相信在未来的至少6年中 《肖光2》也将获得各种活动 游戏模式等内容的扩充 以及各种道具 剧情DLC的更新 《肖光1》 《肖光1》采用了Chrome引擎6制作 而2代则使用了全新的名叫《重引擎》的游戏引擎 《重引擎》并非是简单的引擎更新 而是采用了全新的引擎基础和构架 而其实1代有的一些功能 例如跑酷和格斗 也因为新引擎的进入而重新编码设计 让游戏性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得益于游戏的吸引情 游戏将会有很多次时代游戏属性 包括高分辨率 高帧率 光线追踪 以及PS5手柄特性的支持 在本次采访中 官方稍微的强调了一下游戏中的昼夜系统 并开玩笑说 购买《肖光2》就相当于购买了两款游戏 可见游戏中白天和黑衣的玩法应该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白天面对人类敌人 晚上则要面对变异的人类敌人 那么我推测游戏的节奏 氛围 玩法 音效等应该都会有明显的差别 游戏地图面积大约是一代作品的4倍 相较于《肖光1》 新作将会有2倍的跑酷技能 新增大量跑酷动画 勾找工具将会得到优化和提升 游戏中玩家的选择将会改变游戏中的世界 这一点上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提到过了 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我之前也出了很多关于《肖光2》游戏新闻的整理视频 感兴趣的消货版本可以在视频简记 或是智体评论中找到传送门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看